那我们听了这个话 很恐怖 那不能成就怎么办 好在 尽宗法门里面 有特别的缘分 你要真正能学会 忏除业障 还有一口气 到最后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这是尽宗的书生 佛法 是圣衣仙教育 是大圣大仙的教育 你要不懂得尊师忠道 你到哪去求 没地方求 我们这个 这个佛门常讲 佛度有缘人 谁是有缘人 给诸位说 孝顺父母 尊死忠道 这个人有缘 不孝父母 不尽尊长 不重视 圣道 没缘 遇到真正善知识 也没有 为什么 你不能吸收 你看经 看不懂 你会把意思看歪了 自己想的什么意思 你听经也听不懂 所以开经记说的好 愿解如来 真实意 你没有尊敬的心 没有那个沉浸的心 你听把意思停留了 用你自己的烦恼 吸气 那种 不正知见 你来解释佛经 把经全解除了 学了几十年 最后受佛经不灵 他都会忘他 所以真正善知识 他一生 唯一的一个希望 找传人 老师 把佛法传给我了 我要传给什么人 如果没有传人 那你就得 写书 那我把我所学的所误的 写在书本上 书本流传给后世 到后世去找有缘人 不容易 太难了 李老师告诉我 学生找老师难 老师找一个传法的学生 更难 到哪里去找 李老师学生 不能说不多 太多了 最保守的估计 超过五十万人 这里头几个人 能传他的法的呢 往生的有 往生的都不少 你会往生 真正传法的少的 很不容易 真正传法人 就是 应光大师 所讲的条件 你对老师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二分沉浸 得二分利益 十分沉浸 你就得十分利益 没有沉浸 你在那里 听一半年 也得不到利益 关键在此地 沉浸怎么来的 沉浸是信的 是从 校养父母那里来的 把对校养父母的心 对待老师 这就是孙子正道 如果对父母都不孝顺的 就完了 这一生学佛 有一个好处 阿赖耶里面 中了佛法的种子 这一生 不能拯救 那我们听的这个话 很恐怖 那不能成就怎么办 好在 敬宗法门里面 有特别的缘分 你要真正能学会 参除业障 还有一口气 到最后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这是敬宗的殊胜 所以我们在台中 联系 看那些联友 往生的真不少 最保守的古迹 李老师 在台中 讲经教学 三十八年 念佛 跟他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真往生的 真往生的 我的估计应该有 五百人以上 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 属胜 真难得 那不错 那不错 要养父母 第二句 奉死四掌 慈心不杀 修十三一 这是入佛门 基本条件 你要把这四句做到 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换句话说 佛经典你 你能信 能解 这就是你的善根 你能够依教奉行 这是福德 你能行 能证 往生就是证果 无论三悲九评 借诗诗 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你也证得 究竟圆满的佛苦 为什么呢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不是 一生 圆成佛道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佛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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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